哈囉,我是King,我們將塑膠、橡膠軸套、塑膠軸層把它分開 那你可以看到塑膠軸層的結構,它有一個蓋子 蓋子打開以後呢,內部它有三個溝槽 那溝槽這部分呢,我們把它清潔乾淨了 我們要準備放新的潤滑油 然後放完以後呢,這個蓋子蓋上去 那還有在這個橡膠軸套這邊呢,也要上潤滑油 那這個潤滑油是專用的 專用潤滑油,然後把它擠在這個裡面 因為我單隻手,要錄影要解釋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各位就忍耐一下這個畫面 可能會搖晃或其他的問題 那我們把它擠進去之後呢 滿沒有關係,讓它滿,然後將這個蓋子 把它蓋上去 蓋平,因為在裡面的時候 到時候旋轉啊,沒有平整的話 讓它造成乾澀 OK,弄完之後呢 硬直軸套,弄完以後 我們來橡膠軸套,來把它上油 把它塞滿都沒關係,繞一圈 讓它在裡面 然後它旋轉的時候也會去圓周的弄滑 OK,弄好之後呢 我們將硬直的軸套把它塞回去 有時候你們家的冷氣啊 那會叽叽叫的時候啊 有時候就來自於這邊 那右邊的話馬達那個刷刷刷的聲音 也會很明顯 那是就是這個軸承磨損 那如果是左側的話 原則上就是這個位置 那還有另外其他就是撞擊聲啊 或者是抖動聲音,那就是另外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分享你就是有關灌流風扇的 右邊馬達跟左邊橡膠軸套 可能產生異音的部分 那我們是針對這個軸套呢 來幫你做潤滑的操作示範 我是KIN,關心你冷氣的健康